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为何都不戴头盔,真相令人毛骨悚然,1974年3月,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省临同县得以重见天日,由于规模宏大,栩栩如生,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,一些考古专家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,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一种麻布做的头巾,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, 而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,挽成一个个发迹,这是为什么呢?真相令人毛骨悚然,以史为敬,以往见来,订阅瑞丽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,秦军一律不戴头盔,他们不仅不戴头盔,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,甲片减少到了最低限度,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是护住前胸和后背,而站在最前边的弩兵部队身上甚至连一个甲片也没有。 秦国应该有能力为军队配备足够的铠甲,历史记录显示,自商量变法后,秦国是当时诸侯国中最富有的,史记上说,秦代价百万,意思是有百万身披盔甲的军队,但眼前这支复制的秦军却让人大感意外。 是什么原因,使得这些冲在战争第一线的士兵和将领不戴头盔,秦国能够统一六国,为什么连头盔都不给士兵配备? 隐藏在这一奇怪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? 两千多年前,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宪法律秘书,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,提供了一个线索,喜曾经三次从军。 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行秋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件,在攻打行秋的战斗中,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。 士兵以企图杀死士兵甲,据首级为己有,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,图谋不轨的士兵已当场被捉拿归案。 另外几枚竹简上说,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,秦军在战场上为对手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, 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?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,改革家商样为秦国制定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。 从此后,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,它影响了六代秦人,直到秦始皇商样规定, 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,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,天摘一处和仆人数个。 斩杀的首级越多,获得的爵位就越高。 这就是商样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,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, 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,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,也可以转为平民。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,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,如果父亲战死疆场,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,一人获得军功,全家都可以授意。 在中国历史上,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,这很可能跟秦人的历史有关。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,与游牧民族混居,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, 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,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,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,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。 在秦人看来,尚武,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,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,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, 秦人听说要打仗,就顿足赤膊,急不可待,根本就无所谓生死。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,他们光头赤膊,奋勇向前,六国的军队和秦军相比,就像鸡蛋碰石头, 他们左手提着人头,又胳膊下夹着俘虏,追杀自己的对手。 在说客会声会色的叙述当中,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栗,洗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, 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,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, 使神经亢奋,作战命令已经下达,战争即将开始,要么战死疆场,要么加官禁绝, 在这种时刻,就是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,奋勇杀敌,建功立业, 再来看这些不带头盔,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,似乎只有一个理由, 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,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, 妨碍了他们杀敌禁绝,不仅如此,司马迁在实际。 中记载,战场上的秦军竟然坦凶赤薄,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, 这些逃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, 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。 却不注重装甲,这是全军的规定呢,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, 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,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,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, 商量制定的军功爵位,由低到高共有二十级,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, 使用军衔是人类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 它标志着军队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, 军衔也是军人荣誉的标志, 那么,两千多年前的秦军实行军衔制了吗? 军衔必须是刻意识别的, 仔细观察这支两千多年前的军队, 他们的发饰,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, 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?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, 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锥迹, 一些身着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便贴在脑后, 大量的步兵则戴着这种麻布做的尖顶原貌, 从它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, 士兵装束和发饰的不同, 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, 而是爵位级别的标志, 这些疏锥迹穿便装的弩兵。 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, 它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式, 身穿铠甲, 梳着发便或戴着原貌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, 它们的名称是上造, 在这个巨大的涌坑中, 公式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, 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, 秦军军官又是如何划分级别的呢? 在这些纵队里, 胳膊前身, 手握缰绳的是驾驶战车的御手, 它们无一例外都戴着这种板状的帽子, 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, 御手的身份很关键, 直接决定一辆战车的安全, 它们会是军官吗? 一个车的驾驶, 头是谁呢? 是御手, 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, 参照史书记载, 御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, 这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, 他们的权力是主管一辆战车, 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, 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? 介于都尉和御手之间的是这些军官, 他们戴的也是板帽, 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, 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, 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, 于秦军的内部编制, 兵马俑揭开的谜团, 只是冰山一绝, 更多的细节, 至今仍然无从知晓, 在世界军事史上, 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, 他的组织和管理, 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, 这种等级森严, 竟然有序的体制, 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他诸侯国的军队, 这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, 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, 整装待发, 按照道理, 这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, 可永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, 只是一个都尉, 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, 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, 怎么会没有统帅呢? 公元前238年, 22岁的秦王嬴政, 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, 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, 但由于年龄太小, 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, 在庄严的咸阳宫中, 为他加冕的典礼正在进行, 这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, 从此, 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年轻人手里, 在皇宫外面, 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, 却成绩开始了, 一个叫唠矮的人带着自己的人马, 冲进咸阳宫, 他想铤而走险, 夺取权力, 阴谋并没有得逞, 叛乱以失败而告终, 唠矮被处以急刑, 司马迁记载, 这次武装反叛, 仅仅斩首了几百人, 图谋造反的, 唠矮没有取得军队的支持, 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, 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, 唠矮的权势仅次于国军, 位居二十级爵位的顶峰, 司马迁的描述让我们知道, 秦国大大小小的事都有落矮决定, 但是, 他始终也没有办法成功地调动军队, 他甚至企图用国王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, 但印章根本不管用, 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,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, 但也是秦灭亡的起点, 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, 那支曾经战无不胜的军队, 就随着帝国大厦的倒塌而灰飞烟灭, 在大厦江青的时候, 秦军战斗过, 但他的战斗力与十五年前相比, 已是天壤之别, 秦军最后的日子起于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的那段历史,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, 九百名征集去戍边的壮丁, 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, 按照秦法, 勿期当斩, 于是, 他们揭竿而起, 各地民众立即响应, 其一如干柴烈火, 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, 在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, 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, 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, 在秦始皇下葬以后, 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, 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, 刻在这些陶片上的人名, 就是他们曾经劳作的见证, 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十里的时候, 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这些囚犯, 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, 问题在于, 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呢? 秦统一以后, 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, 这是广西桂林附近, 一个叫阎关的要塞, 五十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, 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, 这部分秦军正在束手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, 在帝国存亡的关头, 他们选择了陈墨, 司马迁记载, 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, 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, 军队沿进北上作战, 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,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, 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, 三十万精锐并没有难撤, 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, 当都城告急的时候, 这支秦军开始南下, 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, 他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, 保卫都城的任务, 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, 出人意料的是, 这支军队体现出了一呼寻常的战斗力, 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, 就击溃了几十万农民起义军, 满目疮痍的帝国, 似乎看到了希望, 然而, 一个来自于楚地的贵族改变了一切, 这个人叫项羽, 在今天河北省一个叫巨鹿的地方, 最后的两支秦军终于会合了, 谁也没有想到, 这次会合就是他们的结局, 秦军与项羽的军队在巨鹿决战, 在楚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面前, 几十万秦军在战场上倒下, 剩下的全部投降, 秦军至此彻底覆灭, 一支伟大军队的结局, 竟然如此令人沮丧, 历经五百年没有衰竭过的战斗意志, 转瞬间土崩瓦解, 这样的事实仍旧令人难以置信, 秦帝国的横空出世, 和寝客间灰飞烟灭的命运, 似乎是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主宰, 这个深藏不露的力量, 同样决定了这支军队的臣服, 在中国历史上, 秦文化是独一无二的, 秦人功利实用, 满怀开拓和进取精神, 他们崇拜规则和秩序, 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, 或许, 这种文化传统在秦人发迹之前, 就决定了日后的崛起, 同时掩埋下了覆灭的种子, 是秦始皇将这支军队, 带到了辉煌的顶峰, 但是, 这个帝王超越了时代的野心, 耗尽了帝国的国力, 无论如何, 一支军队的命运, 是仅仅依附在他的国家之上的, 在秦军最后的日子里, 帝国的秩序已经崩溃, 当士兵们在前方拼杀时, 他们的家已经无人来养活, 覆灭的命运不可逆转, 让我们再一次凝视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军人, 他们曾经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, 也造就了我们的历史, 今天, 我们使用着的文字来自于秦人, 我们广袤的国土是秦帝国的延续, 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在秦帝国时期开始形成,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大帝国仍然和我们血脉相连, 在商样的著作中, 军功授决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规定了丰厚的奖赏, 商样称其为县队之士, 在兵马永坑, 有一对士兵很特别, 他们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, 却完全不穿铠甲, 在整个地下军团中, 他们的形象显得十分特殊, 这对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呢? 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, 一个可能的推测是, 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, 基本上是有去无回, 重赏之下, 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, 这些士兵很可能就是赶死对事的县队之士。